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 装载了AMD Rhythm 5 5500U CPU的小主机 Blink 0x SE25 这是一台超低功耗极致静硬的高性能小主机 小主机的外包装 配置是16G内存 500G存储 AMD Rhythm 5 5500U处理器 打开它 全部取出来 说明书 2.5寸SSD的安装指南 19V3A 一共57W功率的电源适配器 短HDMI线缆 长HDMI线缆 Visa刮架和螺丝 附送的SATA连接线 小主机打开包装纸 正面特别标注AMD CPU 前面板 两个USB3.0A口 USB-C口 耳麦接口 电源开关键 后面板 签照有线网口 两个USB2.0A口 双HDMI显示接口 19V电源接口 背面有系统引导 按键指南 4颗背板螺丝 打开它 注意这里有2.5寸SSD连接排线 双通道DDR4内存插槽 安装46GDDR43200MHz内存 一个2280MVMe接口 安装500G的金斯顿SSD 2.5寸SATA接口 可以装薄型的2.5寸存储硬盘 拉近点看 把螺丝装回去复原 好了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测试的小主机 BLINK 0K SER55560U 系统自带正版的Windows 11专业版 接上4K显示器 HDMI接口只能输出8bit的4K62自信号 颜色格式是YCBCR444 进入任务管理器 BLINK S125装置了AMD RAZEN55560U CPU 基准频率2.3G 6核12线程 L3缓增8兆币 内存16GB DDR4 速率是3200MHz 磁盘是一块金斯顿500G的NVMe SSD 网卡是螃蟹的千兆有线网卡 GPU是CPU内置的Radeon核显 我们也使用HW-Info64 看看配置 AMD RAZEN55560U CPU 7纳米工艺 TTP这里显示是15W 基准频率2.3GHz 最高频率4.05GHz 看看右边的温度监控 室温27摄氏度的情况下 NVMe的SSD待机温度只有28摄氏度 只高了1度 CPU待机温度39摄氏度 打开CPU内 看看CPU的基本情况 我们直接来跑分 多线程3578 单线程558 接着跑Gankbench 5 CPU测试多分 单线程1316 多线程57 我们跑一下GPU测试 OpenCL 11718 Vocon 14312 CNBINCH 223 多线程7624 单线程1293 这个多线程数据超过了i7-1165G7 我们最看重的Pathmark跑分测试 多线程15260 单线程2953 最后我们跑娱乐大师 总分751527 CPU单向得分421041 我们来看一下硬盘和网卡的情况 AS SSD Benchmark 读2233兆币每秒 写1594兆币每秒 总分2620 Crystal Disk Mark 读2501兆 写1788兆 数据达到了PCIe 3.0X4的基本水平 接下来我们测试一下 Blink Link S125 WiFi 6的无线网卡 对于这台没有外接天线的小主机的WiFi 我们看到它确实能够达到1200兆BPS的WiFi 6连接速率 实测技术带宽 都能跑到700兆以上 在我的无线环境里 还是能够达到这个WiFi 6的基本门槛 接下来我们测试一下5560U硬解视频播放的能力 先来看本地视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4KVP9 CPU的占用3% GPU的占用 Video Codec0 指标平均接近63% 这也就是负责硬解能力的芯片的使用率 接着跑线上YouTube视频播放 4K60帧VP9 CPU平均5% Video Codec0 67% 我们要说一下 AMD5000系列的CPU 最多只能硬解到4K60帧 那么它对8K60帧是根本无能为力的 但是它对8K30帧还是能硬解的 但我们这里统一 就按4K60帧来计算它的硬解能力 让我们来打游戏 市面上Windows游戏掌机 Ionel Air 也使用了这块MD瑞人5 5560U的CPU 原神1080P低画质 平均36帧 切换到720P低画质 切换到720P低画质 60帧很稳 再换到720P中画质 平均55帧 平均55帧 720P高画质 平均40帧 那么我们如果真的要打游戏 选择720P中画质应该是可以了 英雄联盟 1080P中等画质 最后大团战 大概平均110针 也还不错 最后大团战大概平均110针 直接来看Windows下的功耗情况 Windows下待机功耗4.2到5.5瓦 这个待机把我吓了一跳 竟然和ARM CPU RK3568的R266S R5S的待机功耗差不多了 真是太出色了 CPU-Z最高功耗32.75瓦 GIGBENCH5最高功耗37.30瓦 CNIN BENCHIN R23最高功耗36.27瓦 PASSMARK最高功耗38.06瓦 娱乐大师最高功耗39.39瓦 4KVP9视频播放平均功耗45.8瓦 Youtuber视频播放平均功耗44.9瓦 原神平均功耗32瓦 英雄联盟平均功耗35瓦 以上这些跑分和各种测试中 风扇的声音非常不明显 让我几乎以为没有开启 只有耳朵凑很近 或者用手去测试 才感知到风扇开启了 非常合我的意 室温20G摄氏度的情况下 NVME的SSD待机温度只有28摄氏度 CPU待机温度39摄氏度 最后我们用AIDA64做稳定度测试 采用CPU和FPU双烤了2小时37分钟 CPU的最高温度79度 SSD存储温度最高55度 CPU功耗平均24.86瓦 CPU全核频率最高4.05G 达到了标称值 它的平均频率3.0G 从这里看CPU TDP功耗应该不是15瓦 至少25瓦吧 Belink A4125高性的Mili小主机 装置了AMD RAZEN5 5560U CPU 6核12线程AMD Radeon核显 具有HDMI2.0接口两个 全部都支持4K60Hz输出 千兆螃蟹网卡 双USB3.0A口 一个USB-C口 双USB2.0A口 49V3A 57W电源 支持最大64G 3200兆号制双通道内存 支持NVMESD 和2.5寸的SATA SSD 多线程PASC Mark跑分 15260 单线程PASC Mark跑分 2953 接下来我们还是给这台小主机 跑一个OpenW测试 AES613719 XX20344,699 CoreMark216,469 CoreMark的成绩是高于11代i5-1135G7 和11320H 也高于上昼我们测试过的i99900TES 低于我们测试过的标压入刃5-5600H 这虽然是一台定位中段的高性能小主机 但是它在两个方面 出乎我的意料的优秀 首先是在高性能小主机的范围内 它拥有相当低的待机功耗 几乎和我们测试的ARM CPU RK3568的设备R66S和R25S一样低 其次它非常强大 可以说是极致的精英处理 安静的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这是某些卧室强迫症的朋友们的福音 而且这是一台体积娇小的迷离主机 它真正的达到了体积功耗和性能的优秀平衡 设计精良 小而又美 颜值非常高 最重大的缺点仍然是使用了千兆网口 而且还只有一个 基于以上的各种因素 我推荐有终端小主机需求的 我特别在意低功耗和静音的朋友们购买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